美國科技學家澳本海脈 1943年成立實驗室 研究製造原子彈 兩年之後 美國第一次用原子彈 轟炸日本的廣島和長崎 造成重大傷亡 當中很多人 是在原爆之後受到輻射影響 引發後遺症至死的 澳本海脈一直耿耿於懷 他在1967年逝世